万万没想到 娱乐圈在中秋节这天又迎来了一个大瓜 对应的更是顶流李一峰 不久前 网络上突然流传出一位三字男艺人嫖娼的话题 随后 网友根据余记张小涵才发过的明星这一提醒 将猜测对象对应到了李一峰身上 就这样 李一峰迅速登上热搜 在这期间 很快就有大量网友发现 在最高级的微博中 关于带着李一峰名字的内容均被删除 促使此事的热度越来越大 之后一段时间里 随着李一峰的热度被撤 外界也是以为此事迎来转机 可万万没想到 李一峰原定于今晚中秋晚会的表演 被央视官方删除 紧接着 金英杰 华鼎奖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 以及学习强国等众多官方平台 均默默删除了李一峰相关内容 似乎各方都集体对李一峰采取了一些措施 而不仅于此 就在不久前 前婚日高层江磊也发微博 内容只有一个语气助词 唉 看起来他似乎欲言又止 据悉 江磊曾与李一峰多次合作 包括其代表作《盗墓笔记》 《麻雀》《活色生香》《青云志》 《古剑奇坛》等都是由江磊制片 随着越来越多巧合的出现 加上李一峰方一直没有出面回应 此事掩辨至此 显然大有乾坤 虽然目前并没有任何的官方给出合理的解释 但根据以往娱乐圈他访一人的例子 距离李一峰被摆在明面上的讨论 可能也不会太远了 当然在事情完整真相出炉之前 所有的猜测都是没有意义的 不过从这次李一峰陷入娱乐讨论 我们也不妨来讨论一下李一峰奇人 因为相对于其他男星 看似人畜无害又低调的李一峰 其实也并没有多么的老实 疑似于网红旅游在李一峰这次被讨论之后 外界热议最大的话题 便是李一峰当年与网红弯弯 疑似在苏美岛旅游一事 据悉 在2018年年底 李一峰与弯弯各自通过微博 透露了自己在外面旅游的事情 其中 弯弯将对方形容为五四先生 并在之后的微博中 透露两个人在苏美岛 五天四晚的生活十分难忘 很快 网友就通过两个人各自晒出的照片发现 李一峰旅游的地点很可能是也在苏美岛 包括建筑的对比 房间的细节等 几乎都对应上两个人所住的就是同一个房间 最重要的是 李一峰与弯弯一样 正是5月4日出生 此前呢 弯弯透露之所以叫对方为五四先生 就是这个因素影响 当年此事被网友扒出来后 也是一度闹得很大 但最终因为杨幂等明星 也无辜被卷入 又被拍到前往李一峰的住所 待了四个小时 并且拿出来一袋生活用品 不过呢 此事刚一曝光 双方就各自辟谣 工作室还强硬表示 于方安娜是多年好友 将对恶意造谣者 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紧接着到了去年11月 李一峰与方安娜 金城三个人一同去滑雪被拍 滑雪结束后 三个人也结伴一起去用餐 在从饭店走出来之后 金城一个人独自乘坐好友的另一辆车离开 唯独李一峰与方安娜两个人一起回到了酒店 到了第二天 李一峰与方安娜结伴再去滑雪 到了晚上也是再一次回到了酒店 总之两个人的关系 从被拍到照片看起来很不一样 但同样两个人一样以好友的方式回应 让此事也再度不了了之 与多位问题男星私交比较好 李一峰在娱乐圈中的公开朋友并不算多 但这其中却有好几个出现了严重问题的 一个是吴某凡 早在多年前 李一峰和吴某凡就同属于内娱四大顶流 2015年两个人还合作拍摄了电影《老胖》 并由此成为好朋友 之后多年时间里 两个人也多次一同参加活动 节目拍广告 偶尔各自出席同一场活动时 私下还会凑到一起拍照 不过相对于李一峰对吴某凡的关系 后者对他并不争执 此前吴某凡的前女友小Jayna的公开录音中就爆料 他私下吐槽李一峰长得像乌龟 除了吴某凡外 李一峰与韩国问题男星李胜利也有过公开交集 并且值得一提的是李一峰被曝与网红弯弯相识 就是通过李胜利在韩国的酒吧 另外呢李一峰还有一个朋友 那就是万达公子王思聪 王思聪有多么爱玩就不说了 两人之前就被曝光私下一起吃火锅 在某次活动时李一峰还当场捏王思聪的脸 可见两个人私下的关系有多亲密 才能有这样的举动 造势逃逸被点名在李一峰众多黑历史中 造势逃逸这一项可谓是最严重的 2016年某天凌晨两点多 李一峰驾驶一辆兰博基尼在北京朝阳区某地出现了严重车祸 从当年公开的车祸现场照片来看 李一峰的兰博基尼的前脸基本上是被撞的报废 虽然此次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但造成了公共设施损坏 一般情况下正常人遇到这种事都会第一时间报警等待交警处理 但李一峰不同 他不仅选择了直接步行离开了现场 后续还自行安排拖车将造势车辆脱离现场 经调查后发现李一峰的车只有临时拍照 就这样 交管部门根据相关规定对李一峰进行了处罚 将肇事逃逸于为悬挂车牌上路驾驶合并处罚 除以2000元罚款计24分 后来李一峰被央视新闻点名 此事也进一步发酵 引起了很多家媒体的报道 也多亏了工作室第一时间承认此事并道歉 才算是把事情压了下来 总体来说 李一峰的黑历史还真是不少 相对于以往外界对他的评价 显然对他也是有点过于忽略了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李一峰风波令人失望 网友抱起有固定女友还嫖娼 婚房都买了 李一峰世界闹得沸沸扬扬 从最高解清空内容到央视删除节目单 再到李一峰的无效声明 就这么几个说不明白的动作让吃瓜群众激动了 认为涉及事件性质肯定是不一般 趁着热度有网友发帖爆料 趁最恶心的地方就是 李一峰有固定女朋友还嫖娼 跟固定女友谈了三年 两个人从2019年就开始谈恋爱 还买了婚房 而且女朋友家里有钱有门路 李一峰还因此收敛了许多 就李一峰有三年女友 这个瓜倒是不太意外 李一峰曾说过想在35岁前结婚 按照出生日期来说 87年出生的他则刚满35周岁 若是没有网传嫖娼事件 等来的可能就是喜事 这位爆料网友还提到李一峰翻车正常的很 压根就不是什么好货 一早跟着首富儿子混的时候 眼神就不对 从过期秀人 变身流量都是富婆的功劳 不然在古剑爆火前 怎么可能找到杨幂 郑爽当配角 完全是凭借两人的流量体质奶红了 还称李一峰喜欢去韩国 不仅是追韩国女星 因为在国外玩得再厉害也不会被拍 此外呢 这位网友还称 明星圈不能结身字号的一个原因 就是他们的特殊心理 习惯聚重发泄某种奇特欲望 还提到了圈内人的一些隐秘玩法 真让人大开眼界 而这种大瓜为何从来没有瓜主抱 也是因为明星都很精明 会选择安全性高的私人会所 还会互相交流经验 只有被举报或女方被盯上 才会有曝光风险 而如何辨别是否嫖娼 就看金钱交易关系 对于网传李一峰做运动 戴墨镜的嗜好 有网红称 这件事是自己告诉罗百万的 但是全程并不认识 与李一峰有交集的当事人 只认识当事人的妈妈桑 一切都是听说 话说这种违法事情 还能这么敞开聊吗 关于李一峰私生活方面 这些年大大小小的爆料也有一堆 每回都是以工作室 澄清辟谣结束 为掀起大的风波 比如李一峰的苏美岛之行 也是这次才传开 里面提及女方为了服务周到 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 让一些才看到瓜的网友感叹 见了世面 至于公开的女朋友 那是一个也没有 没红的时候 跟韩星李多海传过恋情 红了之后 与杨幂的绯闻也是断断续续 世界发酵一日之后 有网友称内部消息 说李一峰的作品将全面下线 搜索也会屏蔽 逃若成真的话 李一峰的世界肯定就不止瓢仓层面 或许后续还会有其他的消息 不得不说 李一峰这次可真是摊上事情了 这些年娱乐圈明星屡屡翻车 却没有给一些人造成警示 依然有明星深陷争议 李一峰当年车祸逃逸被罚 到跨年约网红风波 种种行为说明了翻车只是早晚 可他似乎并没有及时收敛和珍惜自己的星途 明星哪怕恋爱和结婚 相信支持他的人也会很多 可惜如今爆出的却是这样的事 真是再一次对贵圈明星感到失望了